因地发心 今生的苦难是素食恶业的果报 只有佛法让我们念经修心 给了我们改过自心 重塑生命的机会 苦难就是人生的增上缘 也是我们修心学佛的入门因缘 在这个世界上 有人要遭受到很大的苦难和痛苦 他们才会想到要改变 才会开始修心 这就是为什么 很多人吃了大苦头 经历了一场大祸 把他们本来赋予健康 美满幸福的生活 完全打碎 这时候才想到修行解脱 吃喝玩乐 逍遥过 人生无常 突遇祸 还怪人生 没法过 自因自果 闯得祸 但世界上的事情 都有两方面 正因为我们人生 正因为我们人生的苦难 给了我们人生的转折 才懂得怎样来解脱 通过学佛来改变自己 才会去寻求佛法 不会让自己在人间堕落 过去 过去我们沉迷在财色明石睡的享乐中 并且无明地造着无边的恶业 有几个人 有几个人能够在造业中醒悟 只有学佛后的证悟 只有学佛后的证悟 告诉我们 人生无常 事态炎凉 只有听闻佛法 借驾修真 才能脱离苦海 得到真正宝贵的人生 学习菩萨 因地发心 生命会命 重现光明 抛开欲望 点时成金 心佛合一 明心见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支持 欢迎订阅��릴场响 支持 欢迎订阅